其实这些字啊 都是少爷他自己写的 你也能坏了我的锦盒 那什么呀 这可是我们家小姐 为老爷准备的寿臣礼物 这可是祖传的谈目作品 早就听说二少奶奶 这次要准备一份厚礼 只可惜这锦盒坏了 难当大雅之堂啊 坏了坏了 这可怎么办 我回房换一件 别 这少爷换来换去的 就不吉利了 有了 我房里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锦盒 你跟我回去换个盒子 万事大吉 谢谢您 股票 这女孩子的闺房 你就不要跟了去了 免得别人传闲话 苏西 何花 你回去走路小心一点啊 不要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好 真是 小主 这是大太太 亲自托人 从法兰西带来的 发廊挂盤 好 这是二太太和大少爷 大少奶奶送的 先赫长寿图 好好好 诸老爷福寿安康 寿笔难筛 好好好 坐坐坐 都坐 这是二少爷送的 派克金笔一支 这笔啊 是我一直要找的 生日快乐 还有二少奶奶送的 前朝贡品 紫檀木作品 玉婉 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啊 父亲您过奖了 祝您生日快乐 这宫里出来的东西 自然是好的 好歹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呢 对对对 好东西 让大家一起看看 爸爸 你手上蹭上油漆了 不碍事 不碍事 都收起来吧 是 老爷 玉婉 今天在客人面前我给你留足了面子 但是这件事呢 必须还要追究 你为什么以此冲号 欺骗公婆 木槿 我没有 这是我的陪嫁 宫里的长寿百件 不会有错 我想 应该是被人调包了 不过 再选择狡辩 小心加法 太太 我家小姐未给老爷助寿 写了两千多个寿字 如果小姐真想为难老爷 何必这样辛苦呢 主人的是轮得到你下人插嘴吗 来人 母亲 我 我认错还不行吗 求您放过苏西吧 再说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啊 你错在哪儿 我 我 不管有错没错 都是我的错 我都认了 你最大的错就是意气用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被调包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被诬陷的 可你就是没有高招 对付那些赶在你身上 做手脚的人 我就该罚你 以后让你长长记性 改给这个没心机的毛病 懂吗 好了 够了够了 玉婉 我相信你 不是一个弄虚作假的人 这个礼物 无论怎么样 我还是要谢谢你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太太平平地过一天 行吗 嗯 好了 算了 允堂 跟我去书房 这派个笔是玉婉的陪价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我问你 你的小金库呢 地产股包跌 我破产啊 那实在太好了 你现在就可以安下心 到我公司里去工作 你现在才准备了 好 我说你们 你不要 你自己还不是 我赶紧 你赶紧 赶紧 你赶紧 你赶紧 是不是 但我 学到了另外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 不付出代价 不会长见识的 我知道我以后 不能再相信什么消息 炒作的手段 我要找一些 对国际民生有利的 长线股票 是不是 你呀 好自为之吧 知道了 等一下 我跟你说 你赶快回房 去跟裕婉陪不是 爸 难道你也相信 是我做的吗 我发誓 真的不是我做的 真的 你看 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谁会相信你啊 好吧